U型渠內如果不夠水 專家建議我們每個星期倒清水 將來可以自動化 事件局和職業訓練局旗下的兩間學院合作 舉辦創意工程及建築設計比賽 勝出的學生研發了這個U型格氣灣館自動補水器 怎樣運作呢? 使用者只要將裝好水的補水器放在U型渠上面 裡面的感應器就會以升納計算和水位的距離 如果水位低過安全線 就會傳送信息到電路板 再通知水閘放水 去到安全水位線 水閘就會自己關上 得獎的學生說 這個發明是受到疫情啟發 疫情的問題非常嚴重 其實我們都留意到坊間有些報導 俗稱土炮的補水器 但他們的功能我覺得未必做到 可以完全解決問題 都留意到老人家行動非常不便 他們對於倒水、測水這件事 或者他們走到廁所故意做這件事 整件事來說 對於他們可能甚至行動不便 困難辛苦 我們就開始慢慢有這個構思 會不會一件系統 可以很簡單方便一插即用的產品 只要安裝了這個補水器 它就會24小時監測U型渠內的水深 每隔三至四個星期才需要再倒水 事件廣會借出一個空置單位 給團隊安裝自動補水器做測試 測試成功的話 希望可以為長者的家裡安裝 有線列寺記者鄧子謙報道 有線列寺記者鄧子謙報道 請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